我一直努力戰勝股市 無論是作為一個法輪機構操盤手或是分析師 我相信只要有信念就可以實現 2020年極具意義 3月領先預告道雄指數有下跌5000疊的工錢 道雄指數直接跌破了2萬疊的整數關卡 成功保護了邏輯國藝教室的粉絲們 避開了道雄指數10天內四次熔鑽結停的風險 並且提前預告3月18日小道雄三屋日的超低轉折 2020年3月19日加權指數出現8523低點 RSI創下歷史性低時公開呼籲是時候進場了 3月20日抓住聯發科301元的超低轉折 再度大聲疾呼此時不進場更待何時 3月25日聯發科三天大漲52元 完美超低成功 大家都在場有目共睹 邏輯國藝教室的粉絲們也在場 對我的支持與鼓勵不與倫比的重要 激勵我繼續往前走的動力 這感覺非常美好 如今我肩上的責任更重了 抓趨勢 迎在乖點 喜歡訂閱 評理真好 抓趨勢 迎在乖點 歡迎收看很多奇博弈 我是李柴 收看副總組 林秀峰 外資賣213億喔 我不是特別的緊張 但是自營商這邊賣147億喔 這個就有點點皮皮抓喔 這一次的這個行情喔 在在這個自營商有沒有看到 他在這個是5月17 當天是大買223億 前一天也買不少85億 那麼第三天買95億 這三天加起來 你看這個是200對不對 然後這有95 然後再一個 所以這將近有四五百億喔 四五百億的這個籌碼 在最近期的時候 他雖然賣喔 但是也沒有賣很多了 這三十幾億 39 45 所以他其實沒有出完 對不對 你可以很明顯看到這個 這張圖的部分喔 他其實賣喔 都還沒有出清 這邊這樣子加起來喔 400多億嘛 那今天賣了一個147億喔 這有一點點喔 就是開始在出股票囉 自營商的部分 那為什麼特別講這個喔 因為 因為小弟就自營商背景的嘛 對不對喔 我們就很知道 我們在砍股票的時候 我罵集都說 那個 心很手辣喔 這 沒有辦法啦 真的是喔 市場所逼啦 這現在 現在這個 以前我們那個時代的時候 那個 有兩檔的限制 就是說那五檔的過程裡面喔 你用市價單 再怎麼樣子丟喔 再怎麼樣市價喔 都是只有兩檔 現在不一樣喔 現在那個 一不小心就穿架了 所以有時候 從漲停到跌停 說跌就跌 像今天的那個 龍鱗喔 忘了幾號 現在龍鱗喔 漲停板嘛 然後呢 這個打開的時候 我也是很嚇人的 就垂直這樣子下來嘛 因為我們都是用 你可能現在的這個價格喔 是成交價 30.45 30.45是在這裡嘛 對不對 那我們要賣喔 我們就直接看這邊 那看這邊呢 還怎麼樣呢 就 因為這裡把你加好了嘛 對不對 847張 如果你手上有1000張 847張不夠 這個看不到的價格 再往下加個兩檔 30 直接就這樣丟出去了 所以那個價格就會一下子就 哇 以前不會 以前都是喔 你再怎麼樣試駕喔 就是兩檔 就是頂多到 30.35這樣子 然後 現在不一樣 所以現在喔 現在看起股票來很可怕喔 那 講這個就是因為 因為最愛扛股票就是自營商 好 那這個 這樣子一來喔 就 不得不 不稍微喔 比較謹慎一點 來看一下自營商的這個 買賣的排行 那這裡有一個自營商的買賣的排行 要看這個喔 比較安全一點喔 偽創 偽創 偽創昨天有買喔 然後 我沒有仔細看他那個 是為了避險還是什麼 然後這個是偽創 然後康書 光寶 好 技嘉 起雞 廣達 台大電 隆林 看看更 我今天還在港稿 我連看都 我都沒有那個 可是我看到隆林那種走勢 我自己這種感覺喔 這個 然後音樂達 我賣一拖拉股 今天的跌領版的股票裡面喔 就一堆的這個 AI股 你看見準 偽創 紅色 然後廣達 華星光 微影光寶 一堆啦 那這一堆裡面就可以知道 就 鳥獸散喔 這鳥獸散呢 相信喔 還會再賣個一天啦 至少還會再賣個一天 那當然原因有很多喔 不管是市場在喊的這個 AI泡沫啦 或是什麼的喔 那當然也都問了 你百里嘛 對不對 但問了沒有用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就是我在這一期 專欄裡面要交稿 今天要交稿 所以就 把這個觀點寫出來喔 昨天的晚上 我在那個房間裡面 然後客廳 這個老媽子呢 突然對著電視在那邊唸 唸說 勞動基金 上半年賺多少錢 4000多億 然後呢 這個每個人 可以分配發 這個 2.4萬 那 我看 我聽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我心裡面有第一個閃過的就是 這個解套了喔 然後呢 早上的時候 我才談鐘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才看了一下 賺了1000多億 那 這個就 他把去年虧的 就把它賺回來了 那這個符合我們在之前的 講的那個觀點 就是 國安基金喔 他在4月的時候 就說退場 對不對 4月13 4月13 他退場的時候呢 他有講 他帳面上是賺錢的嘛 可是他沒有出完喔 那時候我們的 在宣估找資料裡面 就跟大家講說 他一定會出 但是他要拉高出 然後呢 為什麼要拉高出 因為四大基金還虧 那時候還虧了4000多億 然後經過這一季之後 這樣子拉喔 結果呢 被他拉回來了 一季的時間 把4000多億給賺回來 還倒賺了1000億 所以這個 這個過程裡面呢 就 有一個感覺 就是呢 國安基金賣的時候呢 跌一波 那現在 勞動基金說 他賺錢了 哇 大家就想說 那你賺錢就是要賣股票嘛 對不對 你不賣你怎麼叫賺錢呢 所以呢 就 跑好快 然後呢 媒體也是 說 這個 勞動基金持股最多的 這個廣達 然後 他想說 大家 死啊死啊 那你持股最多 他們都是賣壓最重 今天就 跑啊 擋都擋不住 林拜利講什麼都聽不下去 然後呢 我們那個群組裡面 有人 就 發了一張圖 發了一張什麼圖 發了一張 那個 網路已經發起了這個 AI AI群組的這個 製救會 我 我今天幫你們 這個公開社團 這很有意思喔 大家 都 都 動作都很快 已經700多個了 我相信 再號召一下 這個破萬應該指日可待 我們先這樣講喔 第一個指數的部分 指數部分 我覺得他會修正啦 他這個修正呢 而且他幅度會稍微比較大一點 我們在今天的這個群裡面就 就跟大家發了一張圖嘛 這一天也有一個那個 因為他在進行中了 進行中的時候 他的可能性就很多 所以我們自己有兩種版本嘛 一個就是這個是B浪 對不對 還有一個就是 他是一個延伸 對不對 那不管是哪一種 他隨著時間會慢慢告訴你答案 那他最近的答案是什麼 這個量價背禮 這個比較麻煩 所以前兩天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說 以前我們看到這種K線 的時候我們呢 基本上喔 就是他很少會這個橫盤 然後基本上就是跌 再跌 那他這種走法呢 就比較搖壞一點了 他停一天然後再跌 這跌起來就比較狠 但是還是一樣 J跟K線還是重點 就是他就是高點 他就是出貨 他就是量價背禮 那他就是修正的開始 那他修正的開始 所以這個地方是一個A浪 他這個B波的這個 穿頭破腳 既然他穿頭 所以他一定要破腳 沒有辦法避免的 所以前波的低點 154 16590 16590的這個位置呢 他就必然要來測 所以他必然會破這個季線 對 那因此 這個地方 在早上的這個破浪 那張圖的破浪部分 這裡就是C浪的開始 C浪這裡喔 要先破季線 而且我估計他破了之後 我不知道他在哪個位置喔 要拉上來 然後季線呢 會變真跌破 所以他一定要破破破下去 今天的這個下午的七字盤的部分 這些都高手了 所以他就很知道說這溫度的嘛 所以他就下去了 下去的部分 看一下喔 這一張圖沒有季線 看看有沒有季線 他時間不夠長 這夜盤時間不夠長 所以這個地方呢 就是還會再往下 那這個對照我們的加權 你應該可以感覺到 季線這個前後 應該是會 他會稍微的在這個地方啦 但這種就不是很穩 所以他 你要知道 我那個圖就是這樣畫下來 然後呢 比季線低 然後再上來 然後再下去 所以他要一個五浪喔 要一個五浪的一個修正 那半年線要不要破喔 這個機會是存在的喔 那所以呢 這邊開始就是一個修正 這個修正呢 又比較麻煩喔 因為他牽扯到了這一個 這邊 牽扯到這一波的這個反彈 去年跌了五千九 將近六千點 那今年呢 今年漲了四千八 有尾數了 所以他大致上是八成 漲了這個八成的部分 漲了八成 在理論上來講 他可以不破底 可以不破底 但問題是 他也是一個很明顯的 就去年是新高嘛 對不對 萬八 然後這個地方呢 A波 然後這裡呢 B波 這一定是B波 因為 國安基金跟 四大基金 他認證了 因為他們結帳了 所以這是一個 解套出貨波 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地方呢 是七千億的大量 這個地方呢 只有 相近五千嘛 四千九 所以 推不過去了 然後開始要做修正了 然後政府已經 跑了 所以呢 接下來 今天 有一個重點 今天有一個重點 就是 美國的3A的這個 信品 被 拿掉 12年前 發生過同樣的事情 所以他在 他出現的時間點 不好啦 非常的不好 就是在這個位置呢 出現到那個 美國信品被 被摘掉 3A的信品被摘掉 所以他 會比較有壓力一點 所以你看外資 他賣喔 然後旗子那邊賣 有沒有 期限貨都是賣方 然後他知道說 被政府基金到貨了 所以我想他接下來喔 可能會 他最近的期貨喔 都是比較 不是很明確的方向 對不對 但是接下來我覺得 他會很明確的方向 所以這個 拉回 所以西波嘛 剛講的是日線上的西波 但是這裡又遇到了 月線上的西波 西波 所以這個幅度會比較大 理論上來說 我剛講喔 因為他反彈八成喔 所以他可以不破底了 就是說一萬兩千六百二十九點的這個位置 他可以不破 喔 但有有有有有蛋輸的 這個這個蛋輸就是喔 景氣明年要上來 景氣明年如果不上來 欸 就不太好了喔 就不太好 所以不太好就是 因為 這個去年是衰退 對不對 去年是衰退 然後大家預期就是 今年是 底部 最壞就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複輸嘛 因為走出疫情嘛 複輸 那問題是 中國那邊的消費者 保守起來了啊 這一保守 不知道是短期現象還是 像日本那樣的一個 長期現象 喔 所以說不準 要多看一下 那 直接就跳到什麼 跳到明年的旺季了 今年旺季沒了嘛 喔 當然說第四季 庫存就OK了嘛 但你要知道 向來 喔 向來呢就是喔 過完年之後就是淡季了 所以 第四季 開始有一些需求 也不會 不會 不會怎麼樣 喔 就就這樣 但有有一個例外 就是AI AI他們在 軍備的這個 採購的過程裡面 他就一路買 喔 那就比較沒話說 其他的就不一定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 這一個 逼迫 他 回檔 要不要 前低 喔 原則上理論上是不用啦 喔 就是在這個上升趨勢線這裡 止住 但是有例外 就是說 今年的 景氣 不是谷底 所以不是谷底就是 他 他是 L型 喔 明年還是谷底 哇 那就 喔 那就頭痛了 喔 就是我們 原先的預期都是 去年衰退嘛 今年觸底嘛 然後明年復甦嘛 正常應該是這樣子吧 但因為中國消費者 他這一次疫情被整到了 喔 白子革命嘛對不對 喔 所以呢就沒辦法了 喔 喔 保守起來 這一保守不知道是多久的時間 真的不知道 所以大家都是 且戰且走 那預期歸預期啊 就是說明年復甦啦 那用 喊著 華爾街都這樣子啊 喊一喊 過一陣子再修正吧 喔 那 總之就是這次修正啦 喔 所以這個修正幅度會比較大 那在這一期的這個 我們在 先前的那個 前兩期的 喔 那個玄武早知道 喔 所以來做一下這個工商服 我們那個玄武早知道 喔 這 兩個禮拜前吧 喔 兩個禮拜前 我們曾經跟大家講 那個風險 那個風險就是喔 現在AI的伺服器很熱 對不對 他很熱喔 所以他排擠了那個傳統伺服器的那個慘了 那剛好因為傳統伺服器呢 怎麼樣 今年呢 需求不好 所以呢 又是砍蛋 第一季砍蛋 第二季呢 遇到了AI伺服器的這個 排擠 就先做AI伺服器嘛 然後呢這個 傳統伺服器就擺在後面 所以才會造成這個股王喔 有沒有 他 很明顯的就是一個逼浪 對不對 他沒有過高 那問題是他股王喔 那股王沒過高 股王跟你講說他走逼波 那大家就 就是這樣子 他現在 他這個已經破上陣趨勢了嘛 對不對 然後現在的這個問題是 這個要修正到哪裡 我 我真的也沒有什麼 我沒有想法 我只知道他要修正 那 一般的這個做法一定是 趨勢線先把它拉出來 對不對 先拉出來 也就是說 先不看創新低嘛 先先看到這邊嘛 那問題是 真的會止住嗎 這不知道 喔 所以所以我還跟你講說 萬一喔 那個 明年的景氣還是不好的話 那信華會跟你講 那如果他破這個趨勢線 破前低 那 基本面不夠強的喔 就不行 喔 就就就不行了 喔 他說哇 這下子 AI 要抓起來了 很痛苦 不是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喔 那個 廣達 廣達 這一個是 有沒有 這是二十幾年的底部嘛 對不對 然後上來 這很像什麼 很像那個 疫情期間的聯電 有沒有 缺心 是不是 這也是二十年的這個底部嘛 然後一波拉出去嘛 對不對 拉出去之後的聯電走什麼樣子呢 來看一下喔 砰砰砰砰 然後 拉回 再怎麼樣 再上 再拉回 再怎麼樣 再上 也就是說那個火喔 那時候不是缺心嗎 缺那個車用晶片嗎 對不對 然後中國怎麼樣 囤積啊 對不對 然後呢 越滑越管 然後變那個 overbooking 現在的情況喔 AI的晶片 也是這樣子 尤其是美國 他還管制 不賣你 對不對 接下來可能是 前面已經說 你只能夠賣那個 效能降低的 這個 A800 H800 他中國怎麼做 你把我效能降低 那我多買一點 反正我就是要這麼大的一個效能 這麼大的算力 你 本來是一萬片 我買超過一萬片 還是可以達到你 微軟的那個算力 就這樣搞 那跟那個疫情期間那個 車用晶片缺心的這個情況 不是一樣嗎 對不對 反正就缺嘛 缺我就囤積嘛 囤積之後我就怎麼樣 我就喊高嘛 所以那個報價的部分喔 現在都已經平均了 四萬美元 四萬美元 那事實上他成本呢 萬七以下 一萬七以下 所以這個就暴利了 那暴利的情況之下呢 怎麼樣 就當然要 拉回找買點啦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個聯電的時候 他已經飯本就這樣子 那現在的這個廣達走到哪裡呢 他就是第一波啊 他就第一波嘛 對不對 乾乾淨淨第一波嘛 第一波之後呢 你再怎麼樣子震盪 反正是後面有 而且你要知道 勞動基金持有最多的就是廣達 可以套勞嗎 他可以結帳啊 他結完帳之後他要撿回來的啊 對不對 那他什麼時候要撿回來 就當然是有利空啊 所以這個就是 要嘛 選舉前動盪 要嘛 美國這一次呢 又 因為這個 這個3A信品被摘掉 然後呢 又又動盪 所以他 他要騰出一些空間來護盤嘛 所以這個就是 高出地盡的一個機會 是這樣子 那美國的這個3A信品 那外資都已經賣了 所以 他是有一點影響 他那個 那一次的時候是2011年的 這裡 8月 8月在這裡 所以你看7月在這邊嘛 7月之後怎麼樣 多一波嘛 蹦蹦蹦 2011年是剛走出那個什麼 金融風暴 然後接著 要面對那個歐債危機 所以那個時候的信心是消不好的 然後 這個信品公司又踩了一腳 然後就 但後來呢 後來還是上去了 還是上去了 所以 我要表達的就是說 這個跌歸跌了 時間也會稍微久一點 就中期修正 那我剛才講的這些 有的沒的一大堆 就是在這個 8月到9月的時候去反應他 因為今年的旺季沒了嘛 既然沒了 那我們就開始來踩了 對不對 因為第四季才會庫存才會解決掉 所以他現在就是要先打下去 那打下去其實也有 戰略上的考量 因為再過半年要選舉 你這個地方再繼續拉 那第四季就是到貨了 這樣還要算 所以現在要怎麼樣 現在忘記不忘就給你拉 然後 你第四季的時候有事情 我剛才會給我看一看 對不對 你在一下一上 還是萬七啊 對不對 那這樣就很漂亮 如果你現在開始拉 是萬八 是萬八 選舉前崩盤 那還要選嗎 所有的怨七都被吐出來這樣子 所以這個劇本不可以發生 所以一定要怎樣 一定要先把這個基綦壓下來 然後我們第四季呢 再來有那種過年的氣氛 對不對 這大人都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只是 他不能說 我们帮他说出来 就这样子 所以这个 你看到 因为他手上就这些股票 说这些公购书 跟你讲一个比较实际的 00878 然后呢 这网络有点慢 00878要除息了 要那个 他现在上不去了 00878 8月15号 要除息 16号 除息前一天 16号正式除息了 然后除这个0.75 是不是 忘了多少钱 总之一句话就是说 这是除息前的气息 就这样子 那这个当然 什么时候要买回来 什么时候买回来 你看这是16号 除掉0.35 0.35 那现在的这个殖利率 稍微有点低了 然后你拉回 所以我估计了 我估计他可能要修正到这附近 19.8 19.8 20块以下 19.8 这样子 所以他有点空间 你照这个 照这种跌法 就 跌电脑股 如果照这样跌法 就一下子就来了 那来了之后怎么样 来了之后刚好 对不对 因为他殖利率就提高了 来到那个位置 他殖利率会提高到单季了 1.76 1.76 连化的话 大概是6.4 6.6 是这样子 没有 他这个是今年第三次出席 那大概就是6.4 到6.6之间 所以我要表达的就是说 因为这个地方 就 涨太多了 大家觉得涨太多了 我是觉得还好 然后呢 这个地方就拉回 拉回之后呢 这个气息嘛 然后在低点的时候 还会再 再回去 就是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一个 高出低进的一个 一个做法 所以简单讲就是 最近有很多的 继配的 EPF的 气息卖压 那越气息 这些股票 这些ETF 他就是卖那些 电脑股啊 然后呢 政府基金又刚好出来 参一咖 就这样子 所以最近子 比较乱 没有错 但是还是那句话 昨天晚上的这个AMD 超为 他的那个财报里面 他很明确的讲到就是 这个AI的需求 多了7倍 Intel的部分 那边呢 说多了6倍 所以现在就等龙头了 回答 回答这边呢 要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 成绩单 这个就是重点 所以他跌归跌啦 我觉得什么 你现在整个盘面来看的话 你觉得 这是重灾区 但是反过来讲 因为他涨很多 所以呢 他拉回之后会有空间 他拉回之后有空间呢 他的需求又最明确 所以呢 到时候还是涨他们 所以这个 对我来讲是 很OK的啦 但是这一波的修正呢 就体质不好的股票 他可能在大盘修正的过程里面 就不太乐观 因为我把它定位在 这一波是政府基金的解套逃命波 解套完的这个逃命波 你要让这些大人 有一些空间来回补 那都不是10%20%的事情 因为他们资金大 他虽然是20% 但是他是要往下买的 因为他资金比较大 所以要有一点点心理准备 好吧 时间关系呢 就先反应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记得持续关注我们 熊坏五秒 现在带王某出名来修风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感谢观看